原标题 是跟风蹭热度还是不敢发言 胡歌八文后冒出一堆人 虚伪 这两天娱乐圈就像是炸开了锅 一件又一件让人惊讶的新闻 继而连三的出现 让坐着小板凳的吃瓜群众有些消化不良 半夜北林雨桐石锤惊醒 一早薛之千里小路上了热搜 这让被扑出吸毒的陈雨凡躲过了一劫 石子跪在一旁给李淡倒了杯酒淡总微舞 千禧躲在角落里 顾了成人里 看透了成人世界的复杂模样 就在大家以为 这个一晚就要结束了这些事情的时候 胡歌发文 再一次引起娱乐圈的浪潮 胡歌是一个很少发朋友圈的人 也很少掺和娱乐圈中一些说不清到不明的事情 但就在昨晚将近十二点的时候 胡歌发了一篇关于蒋敬夫的事件 读了后让人沉思 但就是胡歌这么一放 圈里瞬间蹦大出好多的战队之人 没有自己的思想也就罢了 最主要阅读理解都做不好 基本上都误会了胡歌的意思 在这些表面里挺兄弟的人 小编想问 在胡歌没发文之前 你们在干嘛 盲目跟风 却不理解胡歌的用意 如果胡歌为他洗白大架 都会第一时间脱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